到潘伟博是不是爱上了谁 就是会觉得说 他很想要对这个人 说爱爱爱说不平 所以赶快来听一下 潘伟博要怎么介绍 说你爱我 静歌指标大家好 我是潘伟博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这个 第三波主打歌 这首歌叫做说你爱我 那其实 这首歌我写的时候 因为词曲是我写的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什么样的东西是比较特别的 那首先你听这首歌的话 它的编曲是 它有点类似之类 就是一个英文的老歌 那我想说怎么样 把它变得比较不一样 然后我在做的时候 就是算是一个很特别的概念 R&B歌曲 它就是副歌是 你难道无法再爱爱爱爱 爱爱爱爱我吗 为什么这么多爱 因为其实吵架 同居 离婚 什么什么 结婚 都为什么 都是为了一个字 爱 可以把这个缘续 放在里面 希望哪里 希望你都回去 拦开我 拦开你曾经写给我的信件 你说你好爱我 你尝尝我和你发红的照片 你遗忘在角落 是你说要我和你天真地球 我牢里的星球 在你身旁守护着你的男人 而且已经不是我 我说你爱我说你要我说你永远不离开我 我承认此刻的我懦弱 我说你爱我说你要我说你永远不离开我 谁要求是否太多 你难道无法爱我吗 爱我吗 你难道无法爱我吗 永远是你别的承诺 我却无法握在手中 我和你的亲切是否已走到最后 爱我爱我爱我爱你还爱我吗 爱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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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 爱爱爱爱我吗 他除了这首歌曲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曲叫做 有国法是万法 什么是国法 也要就是 你没有听错 就是狗叫的那个狗 我个人呢 非常非常的欣赏他 我觉得希望他可以把这个 国法发扬光大 因为他在用那个 Om Money Bum Me Home 就是那个六字箭言啊